救濟程序必須是要完全不一樣的法官 所以我們迴避制度再審在會上上述 還有甚至在二審 四十審跟法律審 都必須要有迴避制度 那這個在所謂的世界人權公約裡頭也有提到 必須要讓別人來審 所以我們這個大綱領頭的第十條對不對 兩公約呢 都必須要有外戶人來審 主管其他人的東西來讓其他人司法救濟有這個機會 我們在談論一個所羅門王的案子 那所羅門王王就是有人爭一個小孩 然後到所羅門王那裡 所羅門王就把刀子拿出來 就把它切 要切一半 然後一半給另外一半 那現在這個案件很像 這個案子就是他哪一把刀子出來呢 切下去五分之一送給國稅籍 因為國稅籍本來就不應該拿這個錢 是說謊的這個女人 說謊的媽媽 那五分之四呢 丟給真正的媽媽 那真正的媽媽拿了五分之四也沒有用啊 因為小孩子已經有問題了 然後五分之一這個拿了當然有用啊 他這個不該拿也在拿 是在2002年就是91年8月15號到93年2月2號 一個政局發掘所謂2006件的這個政績出了問題 那個國稅局給他竄買資料 人家2006件多是政 然後國稅局探討資料說是五分 九分 那這裡頭就牽涉到極責跟掌聲 他們受益比較這樣 那這裡頭這個東西到裡頭被揭露 因為這裡人再死人 再複查的時候很清楚 然後到這裡 就在113年6月25號 張凡也有說只有五個人 這是偽政 這裡呢已經牽涉到這偽政 然後呢後來這個黃淑林當壽民法官 我們那裡有他的政績 這是黃淑林在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他起碼有五件 12、13、15 有四件還有五件 多是他 他參加裡頭的壽命法官 他參與實質的這個調查 然後我們知道行政法院是先有延遲辯 像胡亂根在解釋說 他這個東西呢只是參加 前面組別陳妻給我參加延遲辯 大家不要傷他的道 因為他根本就是實際的勝利黃昏 那這裡頭你看他調職 然後這裡頭就換成習武功人判 然後習武功人更離譜 同樣的五年的案件 他可以五分之一判國際起碼 五分之四判這個太極門儀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存在的有一個問題 換到正規法則 然後這裡頭明明就是偽政 然後這些東西 所以他不敢通吃 所以只吃五分之一 注意到這個2006年12月4號 到最高出現有沒有出現 黃淑林 整齊利益非常重要 而且我們講的叫做Fair Try 另外公正審判 而不容許所謂的不公正的審判 那你在這裡跨兩個審計 你如何公正 沒有一個法官敢跨四十審又法律審 然後最後自己決定自己的 自己在四十審的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是作弊的 所以我們知道就像這張圖 就是這種假面法庭 mask the code 戴面積的法庭 common code 假面法庭 這個要去做 台灣司法怎麼可能改變